大家好,我是Air 上次做了一期比较冷门的4202的合集 这次就做一期比较热门的T54 这辆车的话,估计 大家都很想要的一辆车 综合能力非常强 要装甲有装甲,要激动有激动 要火力也有火力 是一辆非常牛逼的一辆车 然后54的话,真人最多的就是这辆管炮了 辆管炮的话,我的话是偏向于下面的管 因为综合数据比上面的管要好 除了穿身 对,除了穿身 下面的管打起来会比较舒服 但是金币弹可能要花一点 银币弹是保证能击穿的情况下才用的 现在新版本出来之后 切换弹药好像不用缩圈了 这样的话就更 就更方便了 可以保证能肯定击穿的时候就切一下银币弹 上面的话 219的穿身 打54打54的时候 打手下是能穿的 但是2254万一顶牛的时候 你还,你换这管炮还是得切近银带 但是射速又比下面的管炮的慢一点 嗯,差不多 54 54确实是辆好车啊 推荐所有人都练这条线 是这样车挺练技术的 而且也比较吃地形 因为他没什么扶脚 所以要自己找地形 做各种 买各种奇葩的姿势 来瞄人 第一场是在矿山 很多人 开场矿山知道 要抢山 但是 抢完山之后 就不知道要做些什么了 就是抢完山之后 还是要看局势的 看看有什么 对面有什么漏洞可以 先看一下 就可以 开场分析一下 这边 这边有三辆中坛 而且都过来了 对面两辆 所以 山的话应该是稳达 对面 还没有过来 没过来了 先断腿 这样的话他后面的人就跟不上了 这弹心位置有点大 可以直接把他带走了 银币弹是这样 保证能击穿的时候 可以马上切回 反正 切蛋不需要 人切 这样山就稳达下来了 然后下面要做的就是 点亮 点亮对面后方的人 这边要注意的是 在这个位置跟后方的人对炮 其实不太好 最好是 对这里不是有草丛吧 最好就是 出去偷一炮 马上搜回来 然后等灭点 然后再出去 好 这边一个人都卡在那里 这样五四 在这儿就会 打得非常好 侧面的话 直接银币弹就能传了 好 差不多 这这局 山抢 抢下来之后 就赢了一大半了 面对抢山的话 抢不下来的话 也有 也有对应方法 就看队友配不配合 不一定抢了山 就我赢了 好 这边 这边 还能 还能挂机的 开到一半 开到一半掉线了吗 好 这场就结束了 第二场是在马利诺夫卡的 站着 这个点的话 先看局势 先看车辆 这边两辆五四两辆七五 对面103的话在风车那边卖投 打挺不错的 这局的话 想想 还是去风车那边比较 五四的话也可以卖投 那个位置有 有地形可以让你卖投的 虽然没什么扶角 但地形可以自己找 强个手量也可以 队友会跟上来 这块地方 正面打就不吝啬金币弹了 毕竟没发伤害都很重要 可以卡极限的视角 钢3的位置不是很好 一发一发稳一点打就行了 扶着 那边 二三四五辆车在上 好,稍微退很久 這邊應該還沒什麼大問題 哇,這低傷啊 好,對面三秒 對面南哥衝過來了 先,又先把他收掉 這邊沒關係 好,對面 隊友好兇 好,對面現在五打三了 應該還能搶幾塊肉 好,已經是穩贏了 這邊包過去 對面 就很難受了 好,五四又 五四這炮當的 你看,這個 下面的管炮的AP 比,連手下都穿不了 只有一發 是吧 稍微小心點 兩輛都在看 都過來了 隊友可以上了 對面 沒看我的時候 再打他就行了 沒看我的時候 沒看我的時候 再打他就行了 好,開場 開場還是先看車 這邊 哦,這邊比對面 多一輛實機車 嗯,稍稍佔優勢 這邊-4,268跟13 配置挺不錯的 挺不錯的 開場還是去搶手量 搶手量這個很重要 要對面會玩的 知道你要來點亮也沒關係 反正是你先量他 然後 嗯,硬搶 有機會的話 可以打一炮下來 沒機會的話 只要量一下就行 量一下就行 還是這個位子 哦,然後又無比了 就把他打履帶了 這邊的話 可以賣頭 呃,也不算賣頭 反正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有三輛車 蛋白兔也過來 秒這裡 好,T5-4一個人去那邊了 要對面會玩的話 直接過去 嗯 挺危險的 一個人去那邊挺危險的 讓他後方 後方都支援不到他 在那個位置的話 另外一邊 先去另外一邊 把下面的給清 先一個-5-4 哦 正面對我了 切 進一旦就行 這5-4好迷茫 好,這邊可以打過去了 發現了-3 4-4 哦,在對面位置 沒看懂 比如說0033 好,704也在那裡 還沒有看我 沒有看我 就切硬幣彈 瞄他就行了 最好,最好能斷著他腿 啊 他下去了 先一次演距離的話 還是挺容易 跳彈的 24 斷斷飛加掉血 啊 最後只剩 千里達 五四居然到現在還沒 還沒掛 可見對面有多水 哇,這樣飄移了 飄移了 哈哈 啊,我四個還掛 嗯 嗯 去側面就行 側面 看一下 注意一下他們的炮血 我應該現在沒亮吧 哦,看到了 B-3 打掉了 好 這場 無殺 這場 無殺 一幾場 啊 這三間氣 輸出 好,開場繼續 去分析 車輛 這邊 6254 44 對面 50妹 62加 中坦我們稍稍 有點 戰略 對面有點佔優 看看 上面的話 3打3 這邊 看看能不能打得過 打不 實在打不過 就找機會 找機會 走掉 然後 打 直接快速清了城裡 然後再 再考慮 對付上面中坦 看看 這個位置可以賣頭 可以賣頭 嗯,50妹手上還是挺硬的 這邊 好 對面三輛車 位置已經知道了 這邊 因為62現在這個位置 我們這的62現在這個位置 是誰都打不到的 這樣好像就 因為我們的 我們司司在火 好像在後面黑槍 他那個位置 也是誰都打不到的 現在就是我一輛車 跟對面三輛車在對跑 看看 我是上來了 我們城裡現在好像 還挺不錯的 這樣 推過去了 只要能 在這裡能多堅持一會 268 哇 賣頭的時候 不要站著不動 嗯 車身 額 頭也要多畫畫 防止對面打中 啊 哦 62忍不住了 結果被打了一發回來了 啊 哦 對面武林妹 終於找對位子了 其實我現在這個位置 很好破的 對面隨便爬一個高一點的 就能打到這邊了 我也稍微退一下 啊 現在只剩對面三個了 啊 武林妹忍不住了 確實早 早過來的話 還有點勝算 嗯 先 先考慮解決掉我 好 62也過來了 我們這邊62撐不住了 我找個機會走掉吧 找個機會走掉吧 找個機會走掉 好 打個一回 找下54 54衝過來找我 我後面有人的 打個機會走掉 好 這樣再過去 OK啦 又要A 還是要丟一隻 這場開場 就通過麥頭 就攔住了三兩 好我們兩兩中彈 好 好肯定 好 最後是一場 輸了的局 感覺每次 輸的局 總能可以在裡面找到 各種 自己失誤的地方 好 這個很 對於提升自己 很有幫助 輸了 不要 一隻焰隊友 想想看自己 有哪些地方 走得還不夠 下次改正的話 嗯 技術就會提高了 好這場開場 哦 還是先去中間 坐眼 那個 用的 挺懶惰的 一個眼位 開場 開場T30 哦 六二就是沒有 沒有剛才 沒有找那個草叢啊 找那個草叢 被我站了 所以他先 他先亮了 這裡面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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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蟲 還是挺 反見的 好 先卡到這裡面 針對一下 巴登 對面 也沒有人 卡 卡在我前面 所以 我不用怕被一直亮 好 巴登下去了 對面 一輛武林妹 直接衝過來了 可以 激活把他給收掉 隊友不上的話 我先帶頭吧 先帶頭吧 好這裡 開了一個 好其實 這邊是個失誤 我那炮不用開的 我隊友兩輛 就可以直接收走他 那炮不用挨的 這裡也是個失誤 我沒想到 103是來打我的 中坦要打得好的話 是自己控制血量的 自己想什麼 想什麼時候 扣血 扣血 這是最好的 對面 先把SPA給修掉 先把SPA給修掉 130 哦 103過來找我了 還要他來不怕我 我怎麼準 現在 看一下 203過去 呼叫過去打槓七了 找個 找個好一點的位置 來一下他 他槓七正面對著別人 去划的地方還是 是 把他擋推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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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槓八來了 好危險 好 這邊是一個大失誤 明知道 剛剛 瞄著這裡 還跟他對跑 就是 絕對是一個失誤 這邊 繞過來 打 看一下能不能 而且 金幣他比較穩 銀行 暗發 暗發 水量有點多 好,他開過跑了,先過去打他一把 所以這個時候我剛 我繞過去打槓八就好了 這裡就收掉了 所以輸得起真的 能很清楚的看到自己 哪些地方的不自我 對戰局判斷什麼 剛最後那塊地方我直接過去繞一下槓八 然後讓艾蘇收掉他 然後再過去爆M103計劃 對,那樣的話估計能力 好,最後總結一下五四這輛車 挺好的一輛車,真的 推薦大家都出 就太好錢了,這個沒辦法 打得好的,打得好的一般金幣蛋是少不了的 少不了的,就打得再好一點的話 可以金幣蛋跟銀幣蛋之間切得好一點的話 可以適當的 嗯,適當的 怎麼說呢 省錢吧,省錢吧 切得好的話可以稍微省一點錢 然後實在切不好 全程金幣蛋我是推薦的 畢竟那樣不會坑隊友 假如你有一個五四隊友 拿著這款炮全程贏幣蛋 誰都有很多機會 都打不穿的話 你有什麼感情 嗯,對,差不多 那本期視頻就到這裡 最近 最近 有在做直播 在鬥魚 時不時會直播一下 有興趣的話可以關注一下 好的,就到這裡 拜拜